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自家的老院 买了别人的宅子 挖出了文物 而且文物价值不菲 反正我也搞不懂鱼湖春平 银带的一个瓶 特别好 银的 但是金色的 直接就上交了 因为他有一朋友的朋友是故宫的保安或者管治安的 就告诉他你必须得交 所以农民他是属于他比较早的知道要上交国家的 觉悟很高 故宫当时讲了他九千多块钱 说因为讲一万呢 当时正流行望远户数大招风 讲他九千五还是九千的 他后来一路生活贫困下去了 家人染病之类的 他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开口 他就有时候问故宫的老专家接受他文物的 故宫就给他拨五万块钱 拨五万块钱 但是后来其实等于贫病交加 去世了 他这次是事故砸死的 对 被砸死了 在建筑工地上被砸死了 就这么一个事 我自己可能比较感慨的是 我刚才在下面说 我说如果在我自己家后院 我挖出一元带的瓶 我不搅 我就自己留着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照片 他是叫和刚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国家给他的证书 他自己挖到自己捐出来 觉得是一个荣誉 再看下边 马爷 这件东西在故宫是填补故宫的收藏空白的 而这类东西在全国范围内也比较少 当时定的级别还偏低 我认为他定的二级甲 没定一级 但这件文物故宫拿着他到世界各地 祖国各地到处去展出 因为故宫没有这类东西 这全称应该是银 局部留金的花卉一个玉湖春平 这是在他捐献的这十九件里的最好的一件 咱们再看下边 这是故宫的捐献者的一个名录 他在1985年的捐献当年有个名字 上了榜的 马先生您对这件事的唏嘘之处在哪 他这件事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陈年旧案翻出来 他是1985年捐献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32年前 捐献者现在事故他是不幸罹难 他是54岁 54岁他当年是22岁 22岁他以后就结婚 他两任妻子都是亡顾的 就是病什么的 很贫困 这里有一个意外是我不清楚 我是这次才清楚 故宫在这期间 曾经有分两次补助过他10万块钱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因为跟他有雷同的其他事 我们先说捐献 捐献 理论上讲 何刚这个人无权捐献 为什么 这个东西不属于他 属于国家所有 你只是归还 所以我们过去的词叫上交 没有捐献这个词 他捐给故宫 理论上讲 故宫当时也是没有完全按照国家的方法 法定制度去收留这件东西 因为故宫不是他的行政单位 理论上讲 出土的东西 出水的东西 我们文物法规定的非常清楚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领水以下的东西 一律归国家所有 这个是不可撼动的 文物法的规定 你自己留了是犯法 你留下是犯法 是另一回事 但你要交必须是一层上交行政单位 他交给故宫 故宫不是他的上级吗 但是他是当时就是因为刚才彩夫说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就是有老乡 各种介绍了 故宫一看这好宝贝就赶紧就把它收了 所以故宫不能收这个东西 所以故宫把它上了捐献榜 他是第一个农民上了一个捐献榜 换句话说 他这个东西 法理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交给我们河南博物院 对 他如果交给河南省的行政 他交给交给不了河南博物院 他必须要交给他的行政单位 就是比如县政府 当地的地政府或者省政府 然后由政府划播给谁 这是法律的程序 那么这个这个何刚呢 他主要是这次最重要的人情味在哪呢 在故宫官网发了一个消息 说我们缅怀何刚同志的无私的奉献 啊 我们要给他开一个追思会 那我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咱们国家文博单位 或者文物单位最有人情味的一次表达了 嗯 以前没有 以前你捐完了 就说白了你爱捐不捐 谁让你当年捐的 对吧 因为这后面引发的官司特别多 这些年这类官司特别多 比如说有哪一类的官司 你想听一个吗 可以说吧 说吧 这个我可以说 为什么可以说 因为这个事情是曾经数次上报纸报纸报道过 嗯嗯 与和刚捐献同年也是1985年 天津有个著名的老中医叫陆关虎 他是天津四大名医之一 他当年重金在这个 据说是溥仪出宫的时候 拿走了两个这个掐斯法郎的冰箱 他把这俩冰箱买了以后 当时也不是多少大洋啊 我也记不住了 就一直在家里留着 留着以后呢 老爷子去世前做了遗嘱说希望把这个东西捐回给国家 那么陆关虎的女儿和女婿就把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完全无常 跟他那一样都是有一点奖金的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恰恰没这东西 故宫好几 大概五千多件景泰兰就没有这景泰兰冰箱 今天故宫饶世界拿这东西展览也是人捐的 然后给了他多少钱呢 呃 我看报道是给了一万块 那跟他也差不多 这两件东西算他明确坚限 他有权利 因为东西是他买来的 跟那个挖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道理 捐了以后呢 后面的事一模一样 跟这事一模一样 就是他们后代就特穷 有孩子有没有工作 有什么事 然后就找 就是俗称 老百姓啊 俗称叫找后账去了 就找故宫 说能不能补助点钱 能不能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呢 他这个跟那个和刚那个不一样 嗯 就是可能不是当事人没有情感问题 没有什么各种问题 反正就没有 故宫就说这事完了就完了 没了 你捐是你愿意的 现在什么后账都不能找 这个没人情味的 这个没人情味 这个是在2000年的北京青年报做过整版报道的 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个报道找出来 现在网上 我觉得网特别好 就能把这事全给捣出来 原来那个呢 是因为接收他文物的那专家比较有人情味 他去找故宫去申请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我告诉你 啊 这一件东西也是那专家接收的 因为85年就他一人管这事 明白吧 他这个很巧 都是同时间同接待人 但是境遇不同 境遇不同的背后的原因 我们不去揣摩 我们也没调查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这个家里呢 就是路关虎的后人就为这个事一直在闹 到88岁还在闹这件事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所以啊 你说这个这个人情味啊 这个好多话也确实不能说的太透了 我有时候想 这从建国以来 都故宫里多少东西是原来是别人家的 有的是捐的 有的是抄的 有的不知道是什么渠道 有的是被迫捐的 有的是被迫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 哎 有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情味 就是说人家把价值连成的东西 给了国家 但是最后你往往看到这些人家的下场 让人唏嘘 你不是我就经常说张伯鞠吗 到最后 在医院 住那个那几个人的那个病房 都临死了 要个安静点的病房都要不着啊 那这就买捐的东西够 够你这个 买医院的 买医院的 你说你说这人情味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云您说 张伯鞠先生的捐献跟刚才我们提到那两个例子完全的不同 从根本上不同 因为张伯鞠先生捐的斩子迁邮封厨等十几件文物 全部是价值连成 是自古价值连成 就是价值非常确定 那么我认为我认为张伯鞠先生捐的这样重的重物 那么受捐单位应该保证他有尊严的享有晚年 这我觉得是人情 这绝对在理 在情在理 对 但这两个 何刚先不说 刚才法理上说这东西是归国家的 你只是过手 陆关虎中医的后代人捐 这两个东西在当时给的奖金的补偿 以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 当时已经给了将近一半的补偿 85年的时候文物不值钱 85年有比更重要的文物 国家也就是一万多块钱 比如玉板13行也是一个捐献者 捐给了首都博物馆 当时就一万多块钱国家批的 那是经过层层审批 你像何刚当时的 就以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 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人比我再熟了 当时就顶多买个两三万 85年一万元买很多东西 85年可能比如我老爸是教师 他的工资可能在几十块钱 你说那个都没用 那是工资 我们说别的 85年在北京一万块钱买一次 你说这一85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也可能我记错了 好像就你知道 我们看到这个陕西有个梅县杨家村 青铜器教堂 就现在的宝鸡博物馆 有一个就是国宝级的 非常珍贵的青铜器教堂 是在一个这个教里 那农民一搞头刨出来的 当时呢是五个农民 我就记得是2003年 1月19号 我为什么记得日子前一阵 我刚看他这个发现 我觉得这个气氛很有意思 就是你要知道农民挖出来这个东西 这是多么大的诱惑 就是你想2003年 就这个顶啊 就说他这个里边这个顶啊 名文三百多字 包括一个盘 超过史强盘的那个名文 三百多字 这玩意儿你要真是说 要在海外拍卖市场上亿了吧 要知道最近的 现在 现在上亿了吧 然后呢 好像就是85年 那个地方竟刨出这个来 85年有这个边中 当时就是刨出这边中来 有这个村民呢 是哄抢逆藏 最后判的重刑啊 有判的死缓的 就是这个 所以呃 当然呢 这几个农民他们不是为了怕这个啊 而是 哎 我觉得真够穷的当地的人的生活 就是你知道五个农民有两个 还是身有残疾 嗯 然后呢 要刨土下午四点光一稿都刨进去 哇 看见说这电视上那个 说刨到大祸了 刨到大祸了 然后 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几个人互相看看 就说这个咱们得报告国家 最后报告国家 所以呢 这个是我记得这个领头的一个叫 王宁贤 你看农民之间啊 后来没没没落点什么钱吧 他们后来 对 但是后来呢 一直打嘴仗 就是我先发现的 我先发现的 我先报的 就有这个很可爱 冰马俑第一人似的 但是这个王宁贤 我就听说前几年吧 食道癌 也是我因为我是看到报道 好像有些幼儿园学校 给他送去了几千块钱 就说明这个日子也过得不太好啊 啊 但当时我就说四点钟跑出来 一报告保鸡文化局 保鸡文化局呢 就是要到 他走程序了 他走程序了 保鸡文化局当时就没歇着 就每一县的这个 保鸡文物局通知每一县文化局 你看六点多文化局就来了 来了之后就是说 然后这个不能过夜 不能过夜呢 然后就通知公安武警 啊 然后呢 八点就开始清理 八点就开始清理 然后呢 清理的过程中 我就注意到他们写的出土记啊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挖到晚上 然后呢 就说周围围观的村民 越来越多 嗯 他们觉得这加快动作 这个里边有很多潜在的 因为以前 前些年 我就说85年的时候 这发生过哄抢 啊 对现在农民也知道这个价值了 就所以最后就说 哎呀 当夜 把这个二十登记为二十七件这个铜器 弄回库房 这算松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 最后这五个农民在这个北京这个展览吗 好像在世纪谈还是国博 我忘了 世纪谈 剪彩 然后呢 他们得到了什么 陕西省文物局和宝基文物局 一边给了十万人民币 嗯 就就讲了十万人民币 他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 我们必须跟公众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哈 这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有两类 大类两类 一类叫叫藏 就是这次挖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何刚这一批 包括你讲的 这都叫叫藏 一类叫墓出 就是墓葬里出的 叫藏是什么呢 它跟死人没关系 我们大量的看到 比如前些日子谈到什么海昏猴等等 这些是要墓出 墓葬里出的 叫藏是因为不知何种原因 临时把一个东西埋下去 它就挖出来的时候 就孤零零的这一批东西 那青铜很远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叫藏呢 这个是个元代的 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装一个大瓮里 把它直接埋在地底下 我们建国以来非常著名的轿藏呢 就有这个陕西的何家村的轿藏 金银器一堆 像这个四川的这个金鱼村的轿藏 一大堆瓷器 都是在极钱表的地上 有的才挖一些几十公里 一条就跑出来 一条就跑出来 当时有可能都是避战乱 比如怎么别人打过来了 挖一通把东西买完先跑 跑了以后就没机会回来 是这个 对 轿藏呢 这个在国外也不一样 轿藏这类东西 国外有两种处置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比如美国 土地是谁的 这东西就是谁的 明白了吧 这土地是你私有土地 在你地底下挖出来 无主物是你的 第二种就是公共空间 比如万山遍野 荒山遍野 你去挖出来 比如英国 谁挖出来是谁的 它跟墓葬不一样 墓葬有人文文化各种因素 你绝人家墓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这种平白无故的 英国现在有好多人弄着一个现代的看雷珍似的 到处在荒郊野外找 你看看就是这个意思 说这个 咱们国家有法律什么文物 包括地底下的埋藏物什么的 谁怕都是国家的 都是国家的 去湖区旅游的时候 看见他是冻冻冻冻 我说干嘛 我说找一点金币银币 维多利亚时期的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自己的 在自家院什么天天冻 这在中国不也发生过吗 就说新疆 那个阿勒泰那边有个牧民 不是捡过一个狗头巾 嗯 这地上有个狗头巾 当时就引起争议 就是说呢 咱们的法律啊 有灰色地带 就比如说 一个呢 民法理论里有个基础 叫先战原则 嗯 但这个先战原则呢 好像也并没有在咱们国家法律里有明确规定 就是说你要在像你说的美国英国这种无主物 嗯 没主的东西 就是先战 就谁先捡着就是谁的 对 但是咱们国家也不能论这个 但是呢 还有一个就是前些年就通过了一个叫什么 呃 物权法 然后呢 这个呃 还有一个法呢 叫什么什么矿产 什么法 反正就是矿藏啊 文物啊 这些河流啊 就这些都不是属于你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狗头巾 他不算 他算矿藏吗 他算矿藏 他并上的这么一根 石头啊 他现在一个是狗头巾 还有一个前些年老挖的那种阴沉木 乌木 乌木 老出事嘛 对 谁发现了怎么回事嘛 对 咱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啊 就是我们的呃 大法律条文都是支持国家的不支持个人的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那么解释法条的时候 如果个人跟国家发生冲突 我就希望大家也不去去争了 也不去解释 但是今天那个采夫还跟我说一个 你比如说他们家要是河南浦阳的小院里 祖传的房子 要是他爷爷 埋了一缸的文物 他跑出来了 是他的吗 那你要证明 很麻烦 很麻烦 你没法证明 你证明不了 所以你就别说了呗 在你们家小院里挖出来 人家很容易说这东西不是你的 你比如说这是你们家祖传房子 挖出来 首先你要证明这房子你们家是原朝盖的吗 你往原朝一倒就不是你们家祖传吗 对不对 咱们国家的人往能倒到宋元时期太难了 能倒个明星就到头了 别吭声就行了 你今天这么一说 违法 你回去挖去吧 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财富心情顿时不好了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他跟这么普世法才是有冲突 有冲突 因为我搜了好多各个国家 我发现了国家越富的 他越倾向于把这个文物给个人 有的比如美国是谁发现谁的 有的是发现者跟所有者均分 但是欧洲的国家比较多的是 你发现者跟国家可以批一半 比如意大利这种的 就是说你可以分一半 希腊也是分一半 或者意大利这种国家以市场价的一半来购买 再穷点的国家 比如像埃及说政府酌情补偿 我们就有点像埃及这种 就近几年酌情补偿 马先生近几年还竟有这个事儿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网友们都替他冤 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老房子 他都不知道 有一天是弄什么房梁什么的 里边是空的 就几百个银元 最后说这就不是我的吗 房子里就是你的 那他不是土 他说的很清楚 零土零水 你空中的不算 房梁里的 加币墙里的 那是你的 我跟你讲 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在北京很多改革开放以后拆了好多老房子 九爷府拆的时候 人就跟谈判 拆迁是你得给钱 你给我多少钱拆 我这么好的房子拆了 咱就别给钱了 就说你拆我不给你工钱 你拆完拆了东西全归你 然后谈判 拆迁的人有经验 一进来都谈完了 钱人约以后 撤出去把人都轰出去 啪啪啪啪 上房梁 找那小嘎拉里了 两个金元宝先穿就走了 因为他知道 弄这个等级的房 当年的人都有什么规矩的 该什么你没拆过 你不懂 你知道吗 该镇点什么宅子 这东西是归自己 你这没辙 你知道吗 这国家法律上不支持你 就比如说我买一二手房 我买一老宅子 他们家祖上 不定在加币墙里藏这个文物 那就是你的 那是你的 因为当时立法的人只说了是领土领水 领海 这都说了 当时立法的人不知道房梁上有东西 那个要再加上空中 那你就完了 卖房的人要知道了 要打下来了 他肯定不愿意 好像是你只要是属于文物 也是贵国家的 这不贵 因为你的私宅 咱们前提是私宅 这宅子不是国家的 如果说这宅子是国家的 那当然你肯定不行 这咱几个法盲有点弄不清 宅子严格说来是你的吗 咱们连买的房子所有权都是国家和人民的 没有 算了 你买的是使用权 使用权也是你的 对 你房子里发现的东西肯定是你的 我的理解是 你这个房子下面的地是你租国家的 对 地 你70年的土地使用权 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现在就是宁海问题 宁海问题 宁海现在是谁捞是谁的 你比如著名的黑石号 那就是德国人捞 谁捞是谁的 现在宁海领域中大量的国际的打捞船 宁海类似于先战原则 对 没办法 因为是宁海 现在你也没法证明 现在有很多二战的损失的船什么 现在有人知道有情报的有财产的就下去捞 就现在都在捞 有好多在马六甲海峡一带挖中国的宋船的 有 特别多 多极了 现在保守的估计整个从南海到马六甲海峡 整个当时运往欧洲的这条路 那时候还绕好望角 海上四处之路 对 我们的现在一带一路 这个上面保守的估计成了一万条船 现在 马先生您这个行李有没有人提出 就是说觉得咱们国家在文物或者这种所有的方面 法律是不是太严苛 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好比说青铜器 咱们就是规定好像是49年以后的 完全的境内不准买卖 有人说你要是允许私人收藏 实际上好像对保护国家的文物 或者不流出境外 还是有积极作用 那肯定 当然同意 就是市场实际上是保护文物的最好方式 背离市场是最坏的方式 对 你现在这么多盗墓的 我觉得这中国算不算是古往今来 盗墓的一个高峰期 最高峰期 盗墓的问题 还跟收藏并不一定是直接关系 有很多学者认为盗墓 收藏引发盗墓 其实不是 这个文物它保存下来需要全民族的一个努力 而不是一个官方机构的努力 一种关键就是对立的 藏扶于民跟藏扶于国家是对立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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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